中佳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呢 要先电影来看 基隆市85岁以上长者 施打习惯肺炎疫苗 第一天是相当的踊跃 连104岁的人类 也到场接受疫苗注射 含长照机构在内 施打率将近有六成 医护人员熟练的完成疫苗施打 基隆市85岁以上长者 施打疫苗第一天 基隆市九处施打站 加上长照机构 共有3049位长者 完成施打 其中安乐区打了 684人 人数居各区之冠 西医区则有 104岁人类前往施打 而全市施打率大约六成 那施打率大概是 将近六成左右 六成左右 那因为有一些长者 他可能是在机构里面 那或者是他刚好 今天没有空 或者是他这个人在外线市 或者有一些可能是他 可能不良渔行 他卧床 那没有办法出来施打 那这些部分我们到时候都会提供 这个道府的一个服务 这个请大家不用担心 那另外如果刚好这几天 没有空的话 也可以到我们的医疗院所 跟这个我们的卫生所 来这个医序来施打 我想这个大家都打得到 没有问题 刘昌也再次强调 只要是在基隆的长辈 不管户籍在不在基隆 都一定可以打到疫苗 至于在长召机构 或者是卧床行动不便的长者 后续都会提供 道府施打的服务 请长辈与家属不用担心 今天早上也有很多 他虽然户籍不在基隆 但是居住地是在我们基隆的 这些长辈也来打疫苗 那在基隆我们一律都会帮大家打 请大家不用担心 一定都可以打得到 那只要是在基隆的长辈 我们都会帮大家照顾 所以这些长辈的孩子们 儿孙们 请你们不用担心 在基隆我们都会帮大家照顾 一定打得到 另外基隆市6月15号新增 三例确诊病例 其中两例属于同家老人长期照护中心 这家位于基隆市区一栋住商 混合大楼7楼的一家长召中心 目前已经有19人确诊 让地方居民相当忧心 你想想看 他现在还是有人住 然后这个地方 一样还是空气 你像他这个空气要散播下来 那我有澄清有跟医长反应 养护机构的问题 我认为卫生局的这个处理流程跟速度可以更加的迅速 这样的处理效率 让我们的周边居民非常的不满意 对此基隆市卫生局长吴泽成说明 养护机构发现确诊及送医流程 强调不会有病毒外溢问题 那事实上我们从通报确诊到安排医疗院所收治 它必须要有一定的时间流程 但是还没有送医之前 我们已经会通知现场要做一些隔离措施 所以不会有外疫风险的问题 另外对于这三天疫情趋缓 外界有提出出双北维持三级警戒外 其余县市降为第二级警戒的说法 牛昌表示抗疫是同岛一命 不能轻忽病毒的狡猾 对于6月28号是否能够顺利解封 还需要持续多观察几天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 AZ疫苗开放施打 预计有7200多人可以接种 另外港务相关的人员也同步开导了 金融港务预计有2474人将分三天 在港务局冬二仓库施打疫苗 中正路冬二仓库前准备打疫苗的 港务局相关人员排队等候施打疫苗 现场保持社交距离 基隆市AZ疫苗开打 除了85岁以上民众可以接种 包括第二类的海关 移民署 港务局 金融港警销 还有港部人员 因为会接触外籍船员 都被列为这一波的施打对象 总计有2474人将分三天完成施打 这一波的一个疫苗接种在我们港口的相关单位 包括CIQS 包括我们航运界的一个船带 装卸作业 礼货 以及这种报关行等等 那这次总共有2464位 2474位 来接受施打 那这次施打的一种方式呢 我们是以受施打的人坐着不动 然后由施打人员来移动 那这样子的一种施打方式 我们每半个小时 大约可以施打100个人次 所以呢 这个地方我们总共分成五个梯次 每个梯次 一个上午就可以打500个人 那五个梯次打下来 大概可以将近2500个人 AZ疫苗开打 第一线的港务局人员 列为优先施打名单 让这些捍卫台湾各港部 边境管制人员 尽早获得保护力 记者黄梢明金融报导 劳工的纾困贷款 6月15号上路 不过上路的第一天 线上申请多家银行 却出现了大档机 不少星期的民众 直接就跑到银行零贵申办 结果大牌长龙 还造成群聚风险 金融市区一家银行 前民众大牌长龙 原来是劳工纾困贷款开跑 不过今年鼓励民众 采用线上申办 却出现网路大塞车的情况 不少民众等不及 就直接到银行零贵申办 你用搜寻中国信托纾困贷款 就已经卡在这边了 就一直卡在这里 我看重新载入都这样 太满了都登不进去 就是有空的人就来这吧 没空的人就在网路上 网路上当机吧 我9点就申请到10点都完全卡住 银行方面也动员在现场发放书面申请资料 不过据劳动部统计 申办首日申请件数超过12万 比去年首日增加近1.5倍 可能与今年疫情更为严峻 受影响民众人数也增加有关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再等你来看要庆祝警察节 金融市议员杨秀玉 特别在警察节当天 制证金融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 100件防护衣 以及防护面罩和鞋套 让刑警大队在执行时更有保障 金融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人员 当场试穿跟医护人员穿着 类似俗称兔宝包装的防护衣 在严峻疫情下办案将更有保障 这是身兼警察局第三分局 金融警友站第三办事处主任的 金融市议员杨秀玉 特别选在警察节6月15号当天 制证给金融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 100件防护衣以及100个防护面罩和100双鞋套 让刑大大队长很感兴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洋溢座 平常在议会就除了未名喉舌以外的话 那特别对我们警卷 我们警察 不管是在工作上 还是说在这个疫情如此严峻的状态下的话 还能够抽空 尤其在今天这个警察节 特别的日子来捐赠防护衣还有面罩 那让我们同仁的话 能够在执勤的时候 更加的一个防护 那非常谢谢姨座 谢谢 那么我想今天我特别制证这个 我们这个合格的这个防护衣 自证给我们金融市警察局刑警大队 那么因为我想我们刑警大队的见识客 他们算是都是地线工作人员 常常要配合卫生局 一个疫调的一些工作 所以他们的工作是处在这个危险的一个环境中 那所以我今天特别制证这个防护衣 希望能够保护我们所有的这些警察同仁 一个安全 一个安全 跟他们的健康 谢谢我们的大队长 还有谢谢我们所有的地线工作人员 辛苦你们了 谢谢 杨秀玉表示自己略近棉薄之力 只希望整套的防护衣装备 对园警们在严峻疫情下工作有所帮助 就很开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疫情爆发 除了医护人员在第一线的防守疫情外 清洁队员每天在街头消毒 受垃圾 也成了高风险族群 为了力挺清洁队员 金融市员吕美龄及郑坎龄 分别送上了口罩 酒精 防护面罩等防疫物资 保护队员 环保局清洁队员 分批接受施打疫苗 对这些每天曝露在外工作的人员来说 酒精和口罩需求量大 为了让防疫物资不缺乏 市议员吕美龄 特别捐赠了2500个口罩 酒精 防疫手套和防疫茶 给消防队员 希望能够确保队员出勤安全 感受到清洁队员 他们一天对口罩的需求量 已经对酒精可能非常的急需 而且天气越来越热的 如果口罩湿了 其实它的防疫力防护力就降低 因此一天可能不只是两个或三个 所以我想说尽量提供给他们 那酒精一定是必要的 所以因此赶快来买了一些的 这些防疫物资 希望能够提供给他们做最好的防护 那也期待我们所有的清洁队员 在疫情期间能够健健康康的 全台疫情升温 同样在第一线工作的 环保局清洁队员 每天接触人群 加上日前传出有两名队员确诊 让清洁队员防疫压力不小 我们清洁队员就是负责我们 整个市的市容的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那市场接触的就是垃圾 还有一些不致命的病毒 那所以我们对这些口罩 还有一些酒精的使用量 都比平常一些行业的人员 需要量比较多一点 那这次也非常谢谢吕玉座 来给我们雪中送炭 送了我们这么多这个宝贵的物资 让我们清洁队员都非常的感动 而疫情爆发后 清洁队员每天忙于大街小巷的消毒 让队员疲于奔命 金融市议员郑凯玲 前立委谢国良 三好妇女协会及保姆职业工会 特别捐赠了600组的防疫物资 力挺这些无名英雄 常常我们环保局队员 每天在外面工作的时候 出勤的时候一天最少要换两个到三个口罩 所以这个需求量非常的大 所以希望说在今天的赞助之下 希望有其他的更多的单位能够共向盛举 志工好朋友我们来送一些配备 来给我们环保局的各位同仁 因为他们在第一线工作相当的辛苦 而且有时候还面临疫情的危险 那我们希望我们的疫情能够早一点过去 希望我们能够早日拿到足够的疫苗来施打 环保局的清洁队员非常的辛苦 每天都要面对住户跟垃圾 所以他们的一个配备措施都非常的短少 所以我们必须要多力的支持我们环保局 让他们有一个防护的设备 环保大家弟兄这么的辛苦 那三好学会今天就仅代表三好学会姐妹 来进驻大家也来慰绕大家辛苦了 防疫当前民众到垃圾 遇到清洁队员 除了配合防疫戴好口罩 也给他们多一点鼓励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而新冠肺炎疫情升温严峻 金融市议员宋伟丽特别结合了 孙东宝牛排馆的业者 贴心的为医护人员变换中餐口味 制赠100份现金的牛排 以及猪排透餐 给三种金融分院的医护人员 感谢他们的辛劳 现金香喷喷热腾腾的牛排和猪排 在第一时间立刻送到三种金融分院 希望让第一线辛苦的医护人员 不只能够吃到便当 还能够变换口味 在医院内享用到牛排和猪排 正式金融市议员宋伟丽特地结合孙东宝牛排馆业者 贴心的制赠100份现金牛排以及猪排的套餐 在严峻的疫情下为三种金融分院的医护人员加油打气 感谢他们的辛苦 我们也没有念什么书 没有办法去当物理师 那我们就只能尽我们自己的能力 我们就想说 我们的牛排能够补充体力 又可以那个 又可以讲几个仇报 所以说我们就大力的支持 医院的一个响应这样子 非常感动我们周老板 我们孙东宝的周老板 响应我们大家的善举 希望能够立顶我们这些 站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那真的谢谢你 谢谢 对于这份爱心和贴心三种金融分院 表达由衷的感谢 谢谢宋医员还有周老板 这个送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 这个食材 补充我们的体力 让我们可以在前线继续为大家 继续努力抗议作战 谢谢 另外暖暖八中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 林浩龙也特地带着 县煮好的一千颗水饺 制证给三种金融分院医护人员 当作中餐力挺医护人员 特别是从爱心水饺过来 为了这边第一线的医院这边 谢谢林理事长 对我们医护的支持 谢谢 社医员宋伟力呼吁社会各界 一起来挺住医护战胜疫情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各位知名朋友大家好 我是市长林永昌 目前疫情非常的严峻 请大家一定要做好 个人的防疫工作 把口罩戴好戴满 并且减少群聚的活动 保持社交距离 避免不必要的移动 这就是把病毒传播电 斩断最好的一个方式 防疫优先 我们会严格执法 加强巡查 不戴口罩就开发 口罩戴好你我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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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基隆现在已经有五个筛检站 目前我们是优先提供给已经有疑似的症状 且与我们确诊公告的这些个案 或者是跟万华群聚案件的个案足迹 有重叠的这些民众来预约筛检 那预约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方式就是扫描QR Code做线上的预约 第二种就是拨打快筛专线 0224283844 这是采取预约制 没有办法现场报名哦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民众外出一定要戴好口罩 请洗手多消毒 量体温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如果你有发烧上呼吸道 腹泻或者是嗅味觉 异常等等的一个状况 请立即拨打24276154 或者是1922 让我们一起对抗疫情 守护基隆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基隆、世纪以及如意三个同计会 结合了市议员张炳之音 张浩瀚、何淑萍以及庄敬慎 捐赠第一线医护人员 最急需的N95医用口罩1000个 同时也制证了1000件隔离衣的防疫物资 给卫福部基隆医院 感谢他们的辛劳 新冠肺炎疫情升温严峻在基隆 市计以及如意三个同计会 分别募款下结合市议员 张炳君、张浩瀚、何淑萍 以及庄敬慎 购买捐赠第一线医护人员最急需 目前坊间有钱也买不到的 N95医用口罩1000个 以及1000件隔离衣和1000个防护罩 以及5000双的医用手套等总价值 20万7千元的防疫物资 给卫福部基隆医院力挺第一线医护人员 也让基隆医院由衷的感谢 基隆的医疗人员 医护人员 冒了生病的危险 在服务我们病犯 所以我们尽一点绵薄之力 谢谢 有需求同计会就在哪里出现 那在布立医院 他在正需求口罩的时候 跟这些防护医 我们基隆会 如意会、市基会 三个基隆的统计会 我们就募集了这些 慧凶慧减的爱心 然后买这些物资 来争议这些辛苦的防疫人员 在此请大家都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谢谢 那我们在疫情这么严峻的时候 我们身为基隆的三个统计会 我们义不容辞的就是站出来 我们要来挺我们的基层医护人员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带着我们的这些爱心 上战场去打仗 因为如果他们安全健康的话 就可以保护我们所有市民的安全跟健康 谢谢 在二十万七千元防疫物资中 基隆同计会募款四万三千元 如意同计会募款四万元 世纪同计会募款十二万两千元 不足的两千元 由世纪同计会长刘德胜个人补足 对于可以拿到一线医护人员 最急需的N95口罩 以及使用的隔离衣、防护罩和医用手套 都让卫福部基隆医院满满的感谢 我们基隆医院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那个基隆 还有如意还有世纪同计会三个会长的代表 那还感谢那个比金医员、署品医员这边 然后对基隆医院的一个关心 他们给我们真的满满的一个关心跟爱心 让我们在防疫的过程当中就细心满满 那以行动力挺捐赠的防疫物资 包括N95防护衣、防护面罩等等 其实我们基隆医院全体的员工都非常的感谢 那我们也会坚守我们的岗位 持续的照顾基隆的市民 谢谢大家 面对严峻的疫情 唯有社会各界一起挺住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共同防疫才能战胜疫情 同计会挺衣服 同计会挺衣服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为了协助民众在6月底完成缴税 各地国税局从6月15号起 恢复零贵缴税服务 基隆市分局方面统计呢 目前完成所得税申报的民众已经达7成2 超过去年的同期 研判可能是再加网络申报的民众增加了 基隆市分局方面除了强化石联制 以及现场消毒等防疫措施外 也再次呼吁民众多利用网络申报 方便又安全 工作人员逐一帮民众量体温并落实石联制 这里是国税局基隆市分局 在重新恢复零贵报税服务后 基隆市分局方面强化防疫措施 除了设置户外等候区管控进场人数外 还加强柜台消毒作业 让民众安心进行报税 来这边的话 那一定要十年制 那还要消毒 戴口罩 这基本配备 我们严格来管控 就是说 入流跟出口 一定分流 管控人数 就是说室内的人数 一定在规定的范围之内 那室外等待的人数 那我们也是按照社交安全距离 如果说人潮有过多的话 我们就规劲他回家 而根据基隆市分局方面的统计 基隆市完成所得税申报已经达七成二 比去年同期高 分析可能是采取网络报税的人数增加 基隆分局呢 现在申报完成的件数 差不多已经七成二了 那剩下未申报的 差不多在一万四千多件 那前基隆的话 那应该就是基隆的加倍 应该有十万件 那完成的也是七成 去年到六月十五呢 其实完成申报只有六成五 那今年已经七成二了 现在可以看到说 在家网络申报的人比例是提高了 基隆市分局方面也再次呼吁民众 配合防疫需求 多利用手机或电脑进行网络报税 减少移动及群聚 方便又安全 记者张琪辰基隆报道 疫情期间篮球场都封闭 但是在教宗公园内的篮球场 这个篮网还有这个清扫工具 都被烧成灰烬 里长临重道就向警方来报案 希望能抓到恶搞的凶手 公园里的篮球框 疫情期间拉起了封锁线 不过仔细看怎么篮网变成焦黑 被烧出一个大洞 下方还有一把扫把 几乎成了灰烬 有没有拿下来扫 没有什么 对被烧掉 我在这边看 云山也被烧掉了 看到这个很傻眼 对啊 我都怎么会这样子 因为我们十点钟就关灯 就是你这个公共场所 这么干净地方 容易把火这样烧成这样子 万一有人的话就太危险了 事发在基隆信义区 教宗公园 找几会民众到公园发现 篮球场的篮网被烧毁 地面上还留下满地的灰烬 里长林从道集市议员 韩世玉道场了解状况 对于民众在疫情期间 不能运动 恶搞篮球场的做法相当气愤 防疫 防疫就是人人有责 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 应该心里都清楚 那这样做你觉得 挑战公权力 对 挑战公权力 那再来就是应该有 这个公共危险罪的部分 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的产生 那影响了我们整体居民的安宁 而且大家人心也会惶惶 另外也会增加 我们等于说警察的人员的 一个很大的负担 另外还要来侦办 这样的一个刑事的案件 辖区警方到场 居民怀疑破坏的人 应该是想打篮球 才会一时气愤烧毁篮筐 经交参离队 现场周边入口检计器画面后 过滤出疑似射险人之机车 巡线通知两名射险人 刀案说明 均坦诚不讳 全外询问后 疫情既用地监署侦办 疫情期间 不能打篮球 就故意烧毁篮筐 不但辜负为疫情奔波的所有人 恐怕已经触犯了公共危险罪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青森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学生想打工 听说要先办卡 还要先买东西 瞎会 有的还要先缴钱 要缴证件 要缴信用卡 还有的只要负责提款 就可以领三万块 这是什么工作啊 怎么这么奇怪 耶 小心有陷阱 让我告诉新鲜人 寻找打工资讯 要记得三要准备 及欺负原则 不让假讯息危害你 要陪同或告知 将可险恶 请亲友陪同哦 要确定 检视征才广告内容是否合理 要存疑 主动搜集征才公司的资料 不缴钱 还没赚钱 怎么先花钱 不购买 又不是参加购物团 不办卡 是要帮别人打业绩吗 不签约 别傻傻的被卖了 不离生 又不是笨蛋随便给证件 不饮用 是去应征 不是去聚餐 不非法工作 千万不要胡搞瞎搞啊 快把这三要七步口诀多念几遍 这样才会聪明分辨真假讯息 打工才会有保障啊 中家集团关心您哦